通膨升息已經波及整個經濟面 就是說這次的通膨升息已經實習好久 包括斷鏈COVID-19這些東西 都已經嚴重你想實體面 加上這一次的警器的循環 差不多因為政府還有政治循環 我們想說政府去救災 印了很多鈔票這叫政治循環 警器循環加上政治循環 就整個破壞了整個經濟循環 所以讓它延遲的更久 所以我們通常警區循環就是說 每四年有一個循環 今天警區不好 所以大家東西變便宜 變便宜的話你就出口容易 等到你開始警區好的時候 你開始發覺工資也變貴了 你的土地也變貴了 你的所有的都變貴 所以你的出口就會慢慢下來 這就是一個警區循環的概念 因為如果夾雜政治循環 因為中間有COVID-19 大家就警機印鈔票 所以讓警區循環 他們認為到第三季會清掉 所有的比較多的庫存 但是庫存清完以後 你還有新的需求進來 那需求看起來是會下降 不太可能會晚上 需求看起來短期內不會 因為像電子產品 因為台灣是靠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 如果你過去三年都買了 該買的都買了 現在唯一的就是維修 還有一些新的一些配備 如果新的需求 所以最近iPhone不是也賣得不好 因為這種消費性 經濟不好 消費性電子 消費性的東西能省就省 而且利率尤其像美國已經這麼高的時候 他們就更不可能借減出來消費 所以他們的消費力道也會更弱 所以需求其實很大 而且你看你房貸的率率 如果說美國現在5% 那房貸率可能就已經到89%了 你看你每個月的房貸支出 以前像我的年代 你只要存10年的就可以買房子 現在可能要存20 30年 可能還不止 假設你買一個房子1500萬 那假設你投幾萬要500萬好了 那你要存500萬 你看兩個家 兩個夫妻如果賺10萬 存5萬 5萬 一個月60萬 那也要8年 但是那只是投幾塊 所以現在年輕人 然後現在房子又越來越貴 所以年輕人就覺得說 我再怎麼努力 我也是在這個bottom up的付券 就失誤鏈的下面 然後遙不可攀 所以他就乾脆不要努力 就是不然全世界 不管是日本 台灣還有大陸 都有這種同樣的現象 就是說所以我們 因為美元現在就是 這個世界在動亂 動亂就要避險 避險通常第一個考慮就是美元 不然就是黃金 而且黃金為什麼比較弱 因為黃金 美金現在升到3年多 黃金最大權就是沒有利息 通常是美元跟黃金 是有點翹翹板 通常美元強的時候黃金就弱 為什麼以前黃金強 黃金跟美金都是零利率 美金已經漲到3年多了 所以避險效應加上升息 所以讓全世界的錢 都慢慢跑到美國 所以美國升得很快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先不要碰黃金 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就是美元可能強勢到明年1、2季 但是美元可不… 我這次經濟消息會比2011、2011 2020把全球金融海峽來得久 為什麼 因為2000年是網路泡沫 它其實網路泡沫很快 就影響了科技部門 然後股市跌 但是很快就無意行反彈 金融海峽也是一樣 為什麼金融海峽就是 黃地產泡沫次貸危機 加上這個所謂的這個叫什麼 衍生性金融商品 所以它其實會衝擊到一些實力部分 但時間都很短 這次為什麼2011半就要網路黃地產 衍生性金融海峽 所以跌得胸反彈快 但這次衰退為什麼 通膨升息已經波及整個經濟面 就是說這次的通膨升息已經 其實實習好久 包括斷鏈COVID-19這些東西 都已經嚴重你想實體面 加上這一次的景氣的循環 差不多因為政府還有政治循環 我們想說政府去救災 印了很多鈔票這叫政治循環 景氣循環將政治循環 就整個破壞了整個景氣循環 所以讓它延遲的更久 所以我們通常景氣循環就是說 每四年有一個循環 照理四年好了就會往下走 通常我們叫景氣循環就是說 今天景氣不好 所以大家東西變便宜 變便宜的話你就出口容易 等到你開始景氣好的時候 你開始發覺工資也變貴了 你的土地也變貴了 你的所有的都變貴 所以你的出口就會慢慢下來 這就是一個景氣循環的概念 因為如果夾雜政治循環 因為中間有COVID-19 大家就經濟印鈔票 所以讓景氣循環拖得更久 好的更久 那相對來說 你壞的也會拖得比較久 第二是通膨使各國夭行升息抗通膨 降息就經濟 左之右出 我以前做經濟央行比較簡單 就是經濟不好就降息 經濟又起來 但是現在也不能降息 降息就會通膨就控制不了 所以現在央行是一個頭兩個大 左之右出 特別是美國歐盟的國家都很慘 然後英國 那中國大陸呢 自顧不暇 無法辦以前就是主角色 為什麼 大陸在過去幾年 他的對全球經濟的貢獻 超 加起來等於G7國家的綜合 所以大陸那時候2008年 花了100兆台幣救經濟 那當然對大陸經濟救起來 也會有一些外遺效應 那中國大陸現在自己自顧不暇 他的房地產泡沫限電危機 跟這個清零 那自顧不暇已經沒有辦法能力 用那麼大的 而且大陸的債務占GDP也差不多 過去140 現在到將近300左右 對他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呢 自顧不暇沒有像一般的救世角色 那當然就沒有全世界外遺效應 那沒有外遺效應的話 那世界就會拖得更久 因為美國 美國沒有像中國大陸那麼大的財政支出 美國以前是靠這樣洗 那現在美國也不能這樣洗 所以美國跟中國都不能扮演全球救世主的教室 一個靠貨幣 一個是靠財政支出 所以老師覺得會拖多久呢 會拖可能就是一個會 Cycle可能會一個比較 不是V型 反正是比較像U型要打一下底再上來 但是不會像那種一下子就跌那麼深 所以他可能會拖得比較有點像U型 打一下底再上來 真正的財政支出 在很多國內 都被困難了 除了一些支援 那些政府都被拖延了 主要是主要的 而反正的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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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和阿Lvaro和阿Lvaro 現在的財政支出 是非常倒極的 我們預計 財政支出 從3.1% 所以2023已經確定不會好了 如果全世界都看起來不好 都不好 而且過去可能是某一些區域範圍外溢出來 這一次是全球一起 所以明年一定不會好 可是後年看起來要反轉的機率 其實也不太高 因為我看聯準會是暗示說 2024要開始降息 所以代表說他們預測 其實狀況不太好 2024會變差 對 所以那時候降息來救經濟 對 所以有可能會 所以會拖 你看嘛 如果警區循環是四年一個cycle 那這次如果說因為好的六年 那你可能會稍微休息一下 不過有人有電子業認為說 最好的情況是二三季 電子業是認為二三季 不過這個產業的景氣不太一樣 跟整個經濟的景氣不一樣 他們有認為說二到三季就會把庫存清掉 但是庫存清理掉以後 你還有新的需求 就是庫存只是供給面減少 不代表需求變增加 所以可能會比想像中久 因為昨天有看到一些電子業的老闆 他們就說他們認為到第三季會清掉 所以比較多的庫存 但是庫存清完以後 你還有新的需求進來 那需求看起來是會下降 需求看起來短期內不會 因為像電子產品 因為台灣是靠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 如果你過去三年都買了 該買的都買了 現在唯一的就是維修 還有一些新的一些配備 如果新的需求 所以最近iPhone不是也賣得不好 因為這種消費性 經濟不好 消費性電子 消費性的東西能省就省 而且利率尤其像美國 已經這麼高的時候 他們就更不可能借錢出來消費 所以他們的消費力道也會更弱 對 而且 所以需求其實很難 而且你看你房貸率率 如果說美國現在5% 那房貸率可能就已經到8 9%了 你看你每個月的房貸支出 而且美國人 美國人 當房貸房屋增加 你看租金會不會增加 你房貸支出增加你會不會要求 如果說你是出租 你會不會要求更高的租金 而且美國人的習慣是 他們買很多東西都是用貸款的 對 不像台灣是先存了錢 然後再去買什麼 那那消費貸款率就更高 對 所以美國會其實會有一點 第一個房貸支出增加 會限制到你的一些消費能力 因為我們在這時期 還有很多不確定 關於貸貸 這意味著 人們都不夠好 我認為這會不會再繼續 但是我認為 在這時期 我們在市場上找到 這個改正的改正 然後這就發生了 你知 現在的市場上的7% 這真的 我認為這類買家是 是一個驚喜的 那美国以前就是 如果房地产还在增加 现在房地产在跌 如果美国人是这样子 房地产增加 你增加的部分 你还可以再去银行抵押 再借钱出来消费 所以美国人是这样子 就是说先买个小房子 等到结婚买个大房子 那生小孩子再买个个大房子 那房子呢 等到小孩子开始长大出去以后 就把大房子换成中房子 中房子就有一些钱出来 那等这个小孩子两个夫妻了 就卖到那个condominium 就是那种公寓 公寓或是增加到老人院 那这些钱就又出来 所以美国人的cycle 是有点是像这样子 那所以美国人不用太储蓄 他们也没有这个概念 好像是亚洲人比较有储蓄 但是我们也不好 所以我就想说台湾 现在我们 我不知道那天听那个战国策的 董事长叫吴春成 这个董事长 他就写了一本壮世代的书 他说什么叫壮世代 就是55岁到60岁 因为以前我们平均一命 大概二三十年大概只有六十几岁嘛 现在到八十几岁 然后这时候你65岁就退休的话 感觉上就是这退休就好像这辈子 差不多快结束了 感觉上就是说你对你的经历 你的这个一些想象都没有他 那你还被房子绑住 那如果说他说那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说我们鼓励这个开始有飞选 比如说我今天的房子 比如说假设六百万 然后涨到两千万 那我可不可以拿这个房子去抵押借款 借款出来 比如说借个八百万出来 那我就过得很好 我就过得很好 我可以做一些fashion 可以做一些时尚 然后消费特别 如果说社会也开始贯注这些人 这些人可以一分一分生产可以当顾问 那如果消费的话 就可以特别的消费族群 特别的购物节 特别的餐厅 特别的音乐 这个东西他就八百万 他就预算很大了 那小孩子呢 小孩子就是你将来贷款两千万的房子 你有负债八百万吗 这个这些人也可以每个月 就是这些壮士代也可以每个月还一点钱 那可能不是说你到最后死的时候 还有四百万的贷款 那小孩子有个两千万的贷款 两千万的房子 但是他有四百万贷款 给你有点责任感 不会说因为你通常如果说这个品牌 就拿了一个两千万房子 那你就不用努力了 我给你有点责任感 有点责任感 然后我爸妈有点额外 因为你就是如果说都不劳而获 你就很简单 但是我有点责任感 我还要去做点事有点责任感 然后我不会很快就把房子卖了 那爸妈有这个八百万是不是可以消费 如果说我这房子死在那里就没有活化 如果活化资产你可以八百万 你看我今天可以度假消费创造这个 然后可以帮助年轻人可以做顾问 这个社会是不是活化 你至少把这两千万的房子 然后你如果两千万就传给小孩子 那你这辈子那你看看爸爸妈妈就是没钱 然后活得很很拮据 就是很省就为了子女 然后你看子女又再下一代 那你身上就是不敢花钱 我就知道我老了不敢花钱 那我如果说我今天有八百万 活化出来 那我就帮孩子缴一点 等到有生之前我缴一点 但是我有多的五六百万出来 我可以打扮得光鲜亮丽一点 穿得好一点我可以上馆子 可以出国玩 对不对 然后整个活出来 然后对社会有振兴作用 老师这就讲到老师前阵子写到 那个青年失业率的问题 20到24岁还有25到29 这么的高 当然足迹处他就说 这个时候是因为他们刚毕业 然后换工作也换得勤 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单纯是因为这样吗 应该是年轻人 第一个就是说 通常你年轻人会try and error 开始比较没有刚出师社会 第一个是你也找不到很好的工作 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大学的 这个就是有点学用落差 你学的跟做的 所以你会觉得不是那么适应 所以你会 这样很多大学 很多就是做完事又回来考试 所以其实青年失业率就是 青年比较还没有定性 所以那时候的20到30岁 其实你再try and error 你试试看什么样的情况比较好 什么样的行业比较适合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是走走停停 然后可能又比如说我上班以后 觉得那我来考试好 很多人在考公务员考试 所以这里面全世界的青年失业率 都比一般的失业率高个2到2.5到3倍 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全世界大概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年轻族群就是 第一个是还在try and try 然后他不断的换工作 或者是家里有父母照顾 然后所以通常国家就是 然后这个学用落差 所以他需要很多时间去调试 等到你到30岁就比较稳定下来 就比较会比较不会那么 常常换工作失业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如果都去考试的时候 你就不算 因为你没有在积极找 就是说你失业还积极 在6个年积极找工作 才叫失业人口 如果准备考试就不算失业人口 如果你准备考试 但是如果半年还算失业人口 如果说你都在考试都没考上 有人考好几年 你就等于是 所以年轻人失业率是比较高 是很正常 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内卷躺平 这样的现象 内卷躺平其实是整个 就是整个房子太贵 其实我们台湾不是失业率的问题 其实台湾是薪水太低的问题 就是说年轻人是薪水低 那房价高不可攀 所以我怎么努力都买不起房子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怎么努力 我的薪水就没办法增加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 虽然说我们有基本工资调账 也有调薪 但是通膨率可能几乎把你的薪资给吃掉了 薪水的涨幅给吃掉了 所以但房子又一直在攀升 你看房子 你可能我们以前的 以前像我的年代 你要存十年的就可以买房子 现在可能要存二三十年 可能还不止 假设你买一个房子一千五百万 那假设你投几款要五百万好了 那你要存五百万 你看两个家两个夫妻多算十万 存五万 五万 一个月六十万 那也要八年 但是那只是投几款 所以现在年轻人 然后现在房子又越来越贵 所以年轻人就觉得说 我再怎么努力 我也是在这个bottom up的付券 就失误链的下面 然后遥不可攀 所以他就干脆不要努力 就是全世界 不管是日本 台湾还有大陆 都有这种同样的现象 就说所以我们要给年轻的一些舞台 你怎么样让他这个提升薪水 那房子呢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很大责任 房子是一个公共财 不能完全当作一个交易工具 我上次就想说 香港就是最大的失败 就是让房子 医疗 教育完全成为私有财 让听认社会市场技能运作 有三件事是绝对是公共财 医疗 医疗是人生命的 第二个住宅 安居乐业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教育 每个人你看 美国为什么很难去 世代很难移转 很难脱贫 因为美国教育方法太贵了 一个南领阶级 你看美国长春的盟校 或是说比较私立大学 不要说长春的私立大学 可能一年的学费可能八九万美金 你看一个劳工阶级 一年的薪水就只有八九万 那我怎么把所有的薪水给孩子念大学 就没了 所以美国人就小孩子出会很认真 然后去助学贷款 不然一般没办法念到那么好的私立大学 但是美国就是这种学历也会世袭 你要念到长春的盟校 你可能高中要念前二十大私立高中 但这学费也都很贵 所以就是等于是你要先买好门票 高中生你才会到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以后将来薪水就是 比如说曹春明要出来就是二十万美金 将来更高阶有五十万一百万美金的 然后他有这么多钱 他就会让孩子念更好的学校 变成世袭 但是来临阶级 然后他们又设计一些FinTech 比如说现在金融科技 然后用这个大数据来取代 取代这个一些真性的 所以真性的人就不见了 所以中产阶级也慢慢在萎缩 所以美国就是说现在就是我那时候念了一本书 叫基因阶级的制度的陷落 所以就说美国要让中产阶级 这些蓝领阶级又回到经济的核心 不过很难 所以这就告诉你说全世界 慢慢就显成这种现象 所以我觉得房子教育医疗都是一个公共财 像比如说我们政府怎么做 比如说我政府的 这个地价税 房屋税 比如说有一些税 我就可以拨出一部分军费出来 然后加上政府的一举丸 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一些基金 定期的基金就是做来做社会住宅 或者是补贴青年房租的一些基金 然后甚至可以去眷目 我就说如果只要一些比较有钱的人 然后你会对你为下一代着想 那我就是政府拨了一笔钱 政府的预算 加上一些比如说一些有钱人的一些贷款 甚至当然大陆讲说共同富裕 我觉得适度的开放一些乐捐 来offset你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这样子就会有一个租住的经验 因为这四代的公平嘛 那你把房子炒那么高 所以我们如果说可以做一些社会责任 你来各种讲说我来抖那些钱 比如说三文字一 三文字一 我就有这笔钱基金固定 我们现在是政府说我现在来见面 然后变那笔钱 但是你没有个固定让年轻人看到未来 我今天变社会出宅的钱 做这个什么一些租租的津贴 甚至我可以补助你交通费用 你住远一点我就补助你交通费用 这样子的话年轻人才会有希望 你如果没有希望 你当然躺平 我看不到未来我当然躺平 如果说你告诉年轻人说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你会得到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很大的愿景 没有很大的目标 所以你年轻人觉得说我一辈子看不到未来 我就躺平了 但是如果说你告诉你说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你怎么做 我现在帮你做了什么东西 有什么舞台 你做了以后你可得到目标 或许年轻人会改善一部分的一些观念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震惊周报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老师可是现在时代要学习东西 其实比我们过去都还要更容易 那个管道其实更多不是吗 对啊但是要有学习的动机 就是说有的人就是学 因为现在行业 就是说学习的动机很重要 就是你要有那个环境 如果说整个社会每个人学习的动机都很强 就有peer pressure 如果大家都躺平 那你就没有 这个反正大家又跟你一样 就你也是这样我也这样 那大家都一样 就没有弄压力 这社会就说越来越多人比较aggregious 你就会对社会产生同在压力 如果越来越多人躺平 那你就想说我跟他一样就好 所以我们要有给年轻人一点梦想 一点怨气 然后你要实际的行动才会有机会 那要怎么翻转那个社会氛围呢 翻转社会氛围啊 就是你要 怎么样让他变成是积极性的呢 积极性我觉得就政府开始有一些配套出来 比如说从县市政府开始有一些配套出来 我想说低价税 皇屋税这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就说 就说我想说帮你做社会住宅 帮你做什么东西 帮你做什么东西 好 通常我们这个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这什么 就是上位的人会带动这种风潮 什么风行朝宴 好 上行下效 如果上面的人会有这种正事 然后我会告诉你说 我帮年轻人补一个舞台 然后你找一些有钱人去来做捐助 这不是 不是因为很多人几百亿 我兼个几亿根本就很简单 政府要不要做 你如果好的规划 然后去诉诸以情 然后直接把每个人兼个一亿 就几百亿就开始有一些固定的预算 开始做这些事情 我就说政府要有愿情 然后有目标 然后有一些对策 然后让年前知道说我未来是一个 会step by step 我什么奴隶就会有一些东西 那年轻人就会想 像我们以前没有太多的 就是大学毕业就说 赶快念个出国到美国考试 就会到美国念书 就会有一个好的前途 你就是心无旁骛 就是说赶快去念书 补GRE补托福 然后赶快去美国念书 然后回来就有好的工作 可能就是设定一个很明确 让你看到未来的目标 或是社会要做一些no model出来 我们现在就是嫌疾太多 太多政治口水 然后没有人 不太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当然很多人 其实台湾的科技人 对教育非常感兴趣 我很多朋友都是很有钱 然后对教育全心投入 如果这些人 你光教育不够 我还可以生理性 我可以donate 那这样子就政府有一笔基金 一方面配合教育 让更多的人 开始比如说只有5%的人进来 最后如果开始慢慢有一些影响力 就会5% 10% 我朋友在大陆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什么 开一个补习学校 就人力资源管理学校 他是怎么样 让这个二线的大学 可以跟北大清华拿一样的薪水 就是我透过我人力资源训练 逻辑的思考的教育 让你的你在做事能力上 不会输北大清华这些东西 可以拿一样的薪水 你看这是做崇高的目标 因为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低薪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我做这么辛苦 我还是拿这么低的薪水 然后我看最主要失业率 最多的学历的程度就是大学 所以让我们大学太多 我们大学就是大学 混出来我看不到目标 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 然后我到最后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我就做低薪的服务业 就需要用落差 就是台湾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低薪 90%的高中生念大学 大学生90%到服务业去 服务业没有高薪的工作机会 没有太多了 不是说没有 服务业高薪 我好像上次来有讲过 服务业高薪只有三种 寡占垄断 还有这个振造的行业 比如说医师律师 会计师国考 台电中油中华电信这些东西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有国际化能力 比如说巴斯路易可以走出去 鼎泰峰有官客进来 这个都是会比较高兴的 第三个就是有制造科技含量的服务业 资讯服务业 通讯服务业 Fintech这个东西有科技的 所以一个东西你造一个行业 没有进入障碍的行业 就是低薪的行业 每个人都可以进来 像餐饮服务这些东西 就是除非你有特别的技巧 像吴宝川 像这个可以开重点锁店 不然薪水都比较低 所以政府要这么做 政府就是要让这些服务业 可以做这个加值的行为 就是说很多人讲说台湾市场很小 但是如果你商业模式改变 你可以有资金进来 你是不是可以升级 比如说我常常在讲说台湾长照 我们现在都是小小的破破碎碎的 只要护士跟一些外劳就好 如果我可以做一些五星级 每个城市做一个五星级的 五星级的养老院 然后但是我保留10个% 要给照顾当地的弱势主权 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引进很多 比如说松绑 将卫福部松绑 让保险资金可以进来 进来以后他就会开始 比如说我就需要一些衣材 医疗器材 一些辅具 养生餐 老人也需要投资 然后老人也需要很多 一些照顾陪伴商机 宠物商机 这时候就会带动很多新的机会出来 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健康老人 我还可以配备你游览车 护士 每一个礼拜带你出去哪里逛一圈回来 这样子就会带动旅游业 甚至Shopping 因为有些人是什么不是真正躺在床上的 有一些还是很有生理 那只要有护士 医生 陪着你坐游览车 你看带动游览车 到这个北海岸一日游 甚至可以到哪里去 那你还可以去 因为这些人有壮世代的资产 是所有人资产的70% 你看这些人有钱 有闲 如果你有好的交通工具 有好的配套 你会不会做很多事情 这样子就带动观光 这就是要火化 台湾一直在讲技术创新 但是我们思维制度创新 所以我现在只要在卫物部 因为卫物部就把这些管 我只要卫物部说 你每一年都要某一个地区 给我设一个五星级的长照机构 把保险资金带进来 就是要给各部会一点KPI 不同的产业化任务 因为现在产业化只有经济部 但是其他服务业没有 但是服务业占了六成的就业人口 你怎么可以不产业化呢 医疗长照 你看如果说这样可以活化 就可以带动很多的商机 鼓励这些人出来消费 这样的话 像这个双语教育 我们教育也是很便宜 如果我可以鼓励外国人来念书 然后我们跟哈佛合作 在台湾设一个据点 然后各国人都可以来念 那会被创造很多营收 慢慢的开始就有 当然因为学校担心说 这个会被抢了工作机会 但是被人家自然淘汰了 那这个国际医疗 都跟资产管理 我们现在资产的钱 我们有30兆的保险资金 全部跑到香港 新加坡去投17兆 如果这些钱可以引进来 我们假设我给金管会有一个任务 就说每年要多少金融商品 要创造多少的这个资产管理的一些任务 那你就会开始会 那你看如果资产管理 就会多少里钻出来 多少这些人出来 这些都高阶就有机会 就是要有一些思维 那这样子就说我们市场不够大 但是你精进商业模式 也会创造很多高阶人力需求 这样年轻人 就说你拼命的造就这么多大学生 但是你的服务业水准在这里 我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这些人 你只有你产业升级开始match 然后这些人开始 需要有一些高阶的理财专员 理财的专家 需要有一些养生造物 比较高阶的一些规划 然后这时候有钱 可以请好的人才 做好的管理模式 像你看荷兰的长照 他每个人都每个护士 只要差不多 护士跟医事人员 只有二十个人可以管一万床的病床 全部自动化 全部科技化 长照你看这样可以解决 过要多少问题 然后你的 你怎么样是长照 跟这个政府的保险制度 老人年轻可以拨布 像日本就是这样子 可以把你的老人年轻match 你的国民年轻match 你家里就付少一点钱 比如说五万 你从这个政府就可以给你两三万 那你只要付两三万 很多人负得去救援去住 这就是要 老师刚刚说到五星级的长照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 都是在有钱人可以去消费 就是所谓五星级就是比较高级 不一定全然是五星级 就是说这个当然费用会高一点 但是如果说你 第一个你有私人保险 第二个是你有退休金 劳退的保险 比如说劳退可以两万 那你的这个什么 比如说还有什么 一些私人保险有两万 那你家属只要再出个两三万 其实如果一个月住七万也还好 因为我想说到时候万一我们又开放 希望把这个市场做大 我们又开放给外国 例如说日本人也可以来 那又会去占到我们的所谓的长照 对啦 就是你要做到一定的规模经济 你就会有外国人进来 如果说你没有 因为日本长照也很发达 你不见得他不愿意来 你要做到很好的商业模式 你才有办法迎进来 然后你要做规模大 有一定的规模 然后又有一些 这个比日本便宜又很方便 或怎么样的 日本 因为日本长照 为什么比较不会来 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结合 私人保险 政府保险 所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东西降到比较低 但日本人是很精致的服务 但台湾人比较有创新的思维 所以我台湾有 台湾人比较有创新的观念 我们比较粗糙 但是我们比较有创新 我们比较跟国际解惠 所以我没有优势 我们也不见得没有优势 那教育的部分呢 能怎么调整吗 因为我觉得现在教育 其实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教育 教育一定是要让大学这些 不好的 比较招生比较差的 就优先退出 但是要涉及一些诱因 因为这些人更不愿意退出 为什么 我退出就 这教育用地全部要归到政府 我就给你保留比如说5%或什么东西的 就一定要稍微去思考看看 因为很多董事会为什么不会解散 因为我就是早期投资这些钱 那这个地结束以后 地就收回政府 什么都没有了 每个人投资也都两三亿 我知道 所以你如果说有一块地 就是有一部分的可以保留多少 设计一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这个开始因为我们并没有承认教育失败 没有人敢承认教育失败 所以你如果没有人承认教育失败 就没有人出来负责 就没有人愿意大幅地改革 现在改革都是小不走 都是小小不走 如果说只要有一个人 比较有大的气度心 可以来做一些规划 然后有一些诱因机让他退出来 然后把这个土地还可以活用 做很多事情 然后可以让教育更有 因为台湾就是这样心事 比如说瑞士大学生是百分之三十 德国 所以百分之三十也薪水很高 其他人做技术工人做什么 也薪水很高 台湾是百分之九十人都去念大学 当然这一块就 百分之大学又百分之九十 又去到服务业 所以当服务业薪水就很低 那我现在很大的问题 是有很多大学的或者是社会人士 然后又去念了没有用的硕士 然后又写了很多复制贴上的论文 所以现在就是 要让硕士真的变得更激 所以就是说壮士大人可以帮忙 就是说国外都有什么 就生涯规划师 告诉你说你选什么样的科系 你要出国 你要考什么证照 你怎么样修什么课 你什么样的证照 可以拿多少钱 你就会有一些人 就知道说每个学校如果说有几个 你可以咨询就是说我知道我的生涯规划 我Road Map是什么 他就有可以尊训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 没有人可以咨询 到处到问学长是吗 那最后只要跑到洗練工 最初期的生涯规划师就是算命的 告诉你我该不该出国 我该考什么行业 该什么东西 所以就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制度化 那有一些 因为台湾其实开始有生涯规划师 其实就跟国外合作 怎么样告诉我年轻人要修什么课 如果更普及学校都有 那年轻人就还是有准训 不过这个有一个缺点 如果每个人都跑到流浪 这一地方就挤爆了 因为我那个小儿子 他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他们的 就是会老师跟他对谈 然后分析说你未来想要做什么 对了 这个就是要 但是老师没有专业 对 就是说老师不是这个专业 就是说你是要训练过的 叫生涯规划师 就是说你对外面的环境 老师只是在我自己的职场 我只有给你咨询的角色 但是他不是professional advice 他不能告诉你说 世界的趋势是什么一回事 修什么课 有什么证兆 是可以拿多少薪水 然后你要修什么 你要当精算师要考哪些课 要做什么事 你薪水差不多可以多少 比如说美国精算师 就是动不动就是10万美金以上 对吧 早期 那你如果说我要修什么课 我要考统计出统 你要考会计师 你要考什么试 那你这样子的话 年轻人就会觉得 我开始有努力的目标 不然就是在那个 像早期如果知道说 念经济的薪水不高 我们就不要念经济了 就开始念工 因为早期就是 因为我本来是念工科的 像我同学在台积电 现在薪水都很高 都已经退休了 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辛苦 早期如果知道经济 没有什么 太多的这个优势的话 你就会选择不得 可是如果搞清楚说 千万不要念 念经济 可以念财务 可以念会计 或是可以到工程 不然就是坚持一定要念医生 像我弟弟也就是医生 他们这个早期你知道吗 他们说早期那时候 医疗还没有管制的时候 就没有那种总量管制的时候 一天有100个病人 你一个月就可以赚100万 你一年就可以赚1200万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念 对啦 对啦 但是我们 但是就执着 不然就是工科也很多 现在工科很多 像台积电要的很多工程师 他以前从台积情教 现在到云科大 浮尾科大 到第一科大 什么都来了 将来文化淡江 这些也都有机会 对啊 现在他开始上政治经济的 可能很多学校都有 就搞不好念经济 也可以到台积电 他现在政治经济博士 我是很庆幸当初那个 以前我记得早期的时候 爸妈都很希望我们去念国贸 那时候国贸很热门的时候 还好那时候我第一次都不愿意念国贸 结果我发现很多人 念完国贸出来之后 其实都是做很基本的行政职 然后他们再怎么样 就是薪水调整 其实也都没有很高 国贸就是对啦 照期 他比较泛泛的 对啦 国贸气管就比较 经济也是比较理论的东西 所以薪水不高 但是念财务的 跟公司的 跟公司的 这就是薪水高 或者是会计 对 这就是专业 会计 我有个同学是会计师 他说念会计师太太好了 就是一个很好的专业 只是很辛苦 一开始很辛苦 但是会计的专业就很 那通常国家是这样子 一开始是工程人才 后来开始要贸易 贸易气管 最后最需要开始 人类界限开始 开始减少以后 就开始会有冲突 就需要法律 接任起来 所以变成是政府 像老师刚刚说 政府也可以做的 然后个人可能需要 政府塑造一个好的愿景 对对对 个人要就是个人要想想 自己的差异性 你说语言能力跨领域把自己弄好 然后你的网络做好一点 那这个还有就移动力 就说你如果台湾没有好工作 因为你可以到国外去 那你学的科系 你的语言能力 你的国际的人脉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differentiation 你跟你的同学的差异化 以前我们是大学生很少 就20% 所以100个人 只要20个人慢慢爬就上来了 现在呢 你现在99%的大学生 所以你要比别人好 让别人说你有什么特别 第二个是你的EQ 你的这个国际网络 你的科系跟国际可以接轨 你才有国际的移动力 移动力的话 你如果说搞不好去混个羊水回来 你还有机会得到比较好的薪水 因为你有国际的一些历练 有观众在问说 为什么美元对其他的主要货币 会比较高很多 因为美元为什么会高美国 因为美元现在就是这个世界在动乱 动乱就要避险 避险通常第一个考虑就是美元 不然就是黄金 而且黄金为什么比较弱 因为黄金 美金现在升到三年多 黄金最大权就是没有利息 通常是美元跟黄金是有点悄悄板的 通常美元强的时候黄金就弱 为什么以前黄金强 黄金跟美金都是零利率 美金已经涨到三年多了 所以避险效应加上升息 所以让全世界的钱都慢慢跑到美国 所以美国升得很快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先不要碰黄金 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就是美元可能强势到明年一二季 但是美元可不可以长期持有 我的答案是如果在两三年以上 我觉得是no 为什么 因为1907年一盎司黄金等于35块美元 到了2021年一盎司黄金 还是一盎司黄金 但是等于是1800块美元 所以美元在50年内呢 事实上是对黄金贬值了50倍 可是未来还会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因为美国其实内部问题很多 外灾这些经济也不是那么好 因为美国避险效应 因为涨太多了 它避险效应结束 升息效应结束 黄金就会慢慢回跌 那这时候如果通膨的时候 黄金还是一个好的这个标的 那像那个台湾房地产的现况跟趋势 那房地产占比GDP大概是多少 黄地产占GDP本来是8点多 现在好像跌到差不多7.5左右 所以黄地产其实 当然就是因为最近黄地产会比较不好 因为也涨太多了 台湾黄地产就是从科学人区开始涨 涨到再扩散到其他 比如说南科 中科 或者其他地方都涨 所以这波涨其实蛮大的 但是升息就是一个温水主情况 升息一开始没感觉 但是会慢慢升息多了 就会有一些感觉 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个升息以后 让大家觉得说租不能买的这些人不见了 所以市场支撑就会少 加上这个整个其实两岸的紧张 对房地产是一个制约 所以房地产我觉得是不能 不能自portfolio investment 就是你的一定的部位 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钱都压在房地产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其实有钱人百分之九数都是买房地产支付的 但是现在从两岸的紧张 从这个国际局势的动荡 地缘政治的关系 我觉得房地产只能配置一定的比率 但是不要太高的比例 因为不动产就是不动嘛 所以你要买卖的时候都比较困难 如果说两岸的一些紧张可能让你跌个两三成都有可能 但是房地产要真的大跌不容易 除非说两岸的紧张 就是说因为这个大建商过去今天赚了很多钱 所以他要让你砍价的机会也少 大概10% 加上建材因为物料都涨都电高了 所以但是小建商你要买还是要买当然 因为小建商可能会财务会出现问题 因为央行的信用管制 让小建商其实资金在作转上有问题 所以现在开始有些小建商 比如说最近有烂尾楼开始 所以就是要买一些比较好的建商的 那如果你有刚性需求 现在可以晚一点再买 因为利息还在升高 然后房地产应该还会有一点跌幅 或是说至少不会涨 那你这时候赶快赚好投期款 万一利息上来你才不会有很大的贷款压力 因为我看最近房价趋势 其实还是有微幅的往上 还没往下 质量是掉很多 就看地区 这个像比如说 因为你如果看均价 你要看地区 因为像竹北 这什么台南高雄这些好像没有跌太多 但是有地方已经开始在跌了 就是要看这个情况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可以稍微观望一下 好 所以老师那房地产的趋势如果不好 是不是对我们的经济也会造成影响 会有影响 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大 以前房地产是火车头工业 现在各行各业都起来了 房地产的这个它的观念效果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强 它现在比如说现在大概7.5 你看就像我们的石油 以前占百分之数 现在百分之三 所以石油对台湾经济的冲击 就没有那么大 现在其实房地产如果扣掉这些仲介 扣掉这些服务收入 其实它在经济比重更低 它真正的带动原物料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大 就是说以前 现在因为当然很多这个仲介收入 这些服务的相关 带物业收入把它垫高了 把它垫的好像几率比较高 可是如果考虑它产业的观念效果 当然这个服务业的从业人员 仲介的从业人员大概有10万人 这些东西就是说如果经济不好 对这些人就是转航道也是一个伤害了 对对对 所以房地产没有像以往的 产业观念效果那么大 其实我们吃过非常多的XO酱 但是这款的确不一样 它是这个澎湖浮棚喜来灯酒店的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因为它用了很多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那最主要呢里面的食材呢 其实还有添加这个石斑鱼 我们也知道这个石斑鱼呢 富含胶原蛋白 丰富的蛋白质 那么呢可以美容养颜 重点是它很美味 再加一点点辣的这个滋味 真的是可以说后劲十足 所以我个人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大家都像我这样的职业上班族 对不对 非常的忙碌 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自己来做菜 既然这么忙碌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用最简单的方式 做出最美味的料理 那很简单 其实呢在平常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前面 常常吃这个最快速方便的料理 水饺 烫青菜也可以 你就直接把它淋上去拌上去 那另外呢放在汤里面呢 一点点这个XO酱呢 可以提味 所以实在是非常的好用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真心推荐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快点购 这个上面呢 可以让大家赶快的订购 非常的方便 我们在修正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是大概是八平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平左右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比较迷你的水神乌滑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 来买送水神一级两得